香港將會很快再一次 正式進入電影政治審查年代 我說的是再一次 是因為以前在港英政府年代 都曾經設有政治審查 現在只不過是走回頭路 沒有甚麼新意在背後 大家都應該記得 只不過在6月 政府才修訂了電影檢查條例的檢查員指引 列明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影片 是不適宜上映的 現在政府是再在一城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昨天通過向立法會提交 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 明文規定檢查員必須考慮 影片的上映會不會是 留意不利於國家安全 是不利於國家安全 也建議付權給政務司長 如果認為上映某一部影片 是不利於國家安全 可以指示電影檢查監督撤銷 就是這部影片已經發出的 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 這個安排明顯是把政務司長 凌駕在電檢處和電檢條例上 如果用政府的術語便可以理解 政治凌駕尊嚴 完全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展示 全部都要看司長的口味來決定 邊商投資者和製片商拿了那張核准證明書 還未驚訝完 因為隨時可能會被人受罰 這條這麼偉大的草案 將會在星期五刊獻 下星期三、九月一日 便會在立法會首讀和異讀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期待 立法會會有甚麼意義 還有一點是重要的 現在如果你不同意 就宋審電影所作出的原有決定時 你可以透過審核委員會電影檢查提出上訴 草案提出審核委員會是不會 是不會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判斷 新的修訂更加建議 如果取得法庭首令或導致證據或材料被毀滅或喪失 便會付權給執行條例的督察 可以在沒有法庭首令下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 而陰害人上映未獲核准的電影 最高的刑罰就會由現在罰款20萬和監禁一年 增加到罰款100萬和監禁三年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察覺到之前的版本就是 危害國家安全電影不能夠上映 現在的字眼改為不利國家安全電影不能夠上映 這兩者明顯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前者所牽涉的範圍比較清晰 relatively more well defined 是危害國家安全 後者不利國家安全的範圍更加廣闊 very loosely turned 明顯是把所謂的紅線拉闊了 含蓋面更加廣大 擴闊了詮釋的權力 加強了長官意志的權力 甚麼是有利甚麼是不利國家安全 是牽涉極大的主觀判斷成份 沒有一些確實的例子 真是令人有點難以觸摸 例如好像表姐你厲害那樣 怎麼看你都不可以說這部電影會危害國家安全 但如果由不利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 大家是很容易找到一些說法 比如說電影用諷刺的手法 描繪對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問題 都足以構成不利於維護國家安全的元素 我不明白為甚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休騰華 會認為危害和不利於這兩組詞語的意思會是一樣的 如果是一樣的話 弄鬼你不用先前的版本 他還說可能只是草案用字不同的意思 即是不知道是他還是我 需要再惡補一下自己的中文課程 去理解一下這兩組詞語的分別和共通點 國家安全這四個字真的威力很大 有騰華局長說 涉及國家安全的判斷是超出審核委員會的範圍 所以凡此種種的決定 有別於其他的決定 是不會有一個上訴機制的 受影響的人士唯一的途徑就是申請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的門檻有多高 不用我詳細論述吧 對於本地電影 例如《國產007》 《表姐你好東西》 《十年》《理大圍城》 日後會不會被政務司長撤銷核准證明書呢 有騰華大耍太極說 這一刻不會心目中有既定的名單 這一刻這三個字 就真是可圈可點了 我有理由相信 政府心目中應該有份名單 其實公開這份名單有甚麼不好呢 為何要顧左右而言他呢 為何要左閃右臂閃閃閃閃閃 公開名單起碼可以給投資者 和電影製作人一個清晰的指引 亦可以讓公眾知道 以後這類電影將會無緣和大家見面 雙經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創意產業梁卓文補充 被政務司長撤銷核准證明書的影片 不僅是不能上映的 有關的影碟也不能出售 和發行的 這一切的改動 對香港的電影業 究竟有甚麼衝擊和影響呢 最直接能夠上得到的就是 修例會收窄電影業的空間 投資者對政治片會卻步 而電影界不僅不敢觸及明顯批判 政府的政治電影 甚至是不敢在電影對白裏面 有批評政府的信息 即是大家將來會看到的 或者他們會拍的 就是娛樂、愛情、神怪、 例子 這類安全係數較高的影片 創作是講求自由 講求大膽 講求天馬行空 電影人可以拍的題材減少 難免直接阻礙電影業的發展 代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立法會議員馬鳳國又有甚麼看法呢 他認為這次修例 只是將電檢指引進一步規範化 讓檢察員參考更統一和更客觀的標準 他說社會上任何人都有責任 遵守港區國安法 不能夠迴避責任 建議制片人有問題 問多些法律意見 或者爽趣避開敏感議題就行了 無必要踩界和無風險 似乎馬議員代表政府 多於代表業界 喜歡玩玩樂 我們選擇玩樂 我們選擇的 參加客人的自由 除非 就開玩樂 要是選擇一旦 的人 讓我們出國 去年輕鬱 我們選擇拿來 兩萬人的政府 都做了一萬人 我們選擇 這兩萬人的官員 又是選擇 你們選擇 你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